原本指揮中心在昨天公佈 這名紐西蘭機師的足跡 只有臺北市天母地區的兩家百貨公司 以及一家桃園南侃的美式大賣場 不過現在傳出外籍機師 其實有倒過的地方 不止這些 很多餐廳 咖啡廳也都有他的足跡 臺北市議員更質疑 指揮中心是否隱匿了相關的資訊 這攸關臺北市民的健康安全 為什麼不能公佈呢 而副市長黃珊珊無奈的表示 從第一期的確診個案開始 地方政府就沒有被授權要公佈 疫調的足跡 希望議員不要再為難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佈的案765 紐西蘭籍長榮機師足跡 就這麼寥寥三行 三天三個地方 但現在傳出有些地方 根本沒有公開 市府還有其他的地方 所公佈的足跡是有殘缺的 而且事實上是有隱匿的 選民陳情 明代只好親自扮演柯南 因為他們的監視錄影袋只有保存十天的時間 根本已經被override 已經被複寫過去了 如果說該公司都已經向王欣宇議員證實 他們沒有辦法掌握 那疫情流行指揮中心是怎樣開天眼是不是 會通靈是不是 直以指揮中心隱匿 台北市議員群起砲轟 要求台北市政府公佈或證實機師的足跡 二月份開始就被要求所有的軌跡 都不可以由地方政府來公佈 市長講了陽明山檢疫所之後就被砲轟到 整個的規範就是如此 但不能說就是不能說 就連衛生單位到哪些地方清潔消毒 也都是不能說的秘密 難怪市議員痛批 礙於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霸道 沒有辦法講出來的事情 我們市議員幫你講出來 華視新聞 張志勤 黃昭聖 台北報導